883加分 Oh yeah,哈比人 今天好开心在883加分联系到了严爵 你好,我是Ben 你好,我是舒惠 欢迎欢迎严爵 Hello Ben, Hello 舒惠 大家好,我是严爵 严爵这一次是隔了多久来新加坡呢? 算是来在2013年 2013年,所以隔了两年左右啊? 是 那现在一来就带了两张专辑 为什么会一口气发两张呢? 因为2014年没有来啊 所以把去年的也补回来 可是很少歌手会在一个月内发行两张专辑 你这次就发了移植给还有现代艺术两张嘛 现代艺术 为什么那么紧那么赶呢? 因为过去两年 相信音乐给了我机会回到我的老家加州去寻根 没有一个出专辑的deadline 每天是过着一个非常轻松 而且是可以好好沉淀自己心情的生活 也是这样子在那个时间写了两百多首歌 两百多首很多耶 对 除了写歌之外 都在美国做些什么呢? 难得可以放个长假嘛,对不对? 对,一天的行程大概是这样 就是我早上起来,我先去游泳 回到家,因为我是跟家人住在一起 然后我大姐要去上班了 她就把她女儿,我外甥女交给我 然后我就要抱着她到我们家楼下的地下室 把小朋友放在那边,我就开始打开电脑啊 然后大约会有五六个小时在那个地下室 就是自由的创作 哇,每天都这样子,真的不累哦? 嗯,不会的,就是 你是要照顾小孩那一块吗? 就照顾小孩又要写歌 最还好,对你来说是一种享受 如果你写日记写了一个月了 突然有一天你不写 反而还会觉得好像少做了什么事情 嗯,是,所以我们看到你这次专辑 特别是现代艺术呢 你的类型真的是天马行空的 你说像是写日记这样子吗 有包括情感的部分 不像你在美国两年也蛮长一段时间 有没有什么艳遇啊? 嗯,没有,我在美国其实呢 待前面一年是在加州 然后呢,大概歌写了差不多 后面一年我是飞来飞去的 先回到台北,我们开很多的制作会议 决定说那些歌中哪些要制作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也还有在写歌 然后今年比较特别的是 我有到纽约去做配唱跟混音 所以即使有两年的时间 可是我言觉完全是沉浸在音乐跟工作里面 好像没有真的是闲着 对啊,即使到美国还没有出去玩对吗 嗯,我觉得对我来讲都是在玩 我不觉得是在工作 因为我去纽约对我来讲 也是一个新的企业 没有在那边录过音 是 然后还遇到了一个很棒的混音师 嗯,就遇到很多音乐上的新朋友嘛 那当然,严觉聊到音乐是非常兴奋的 那我们有一个问号 就是你私底下的个性 到底比较像你的音乐一样 疯狂一些 还是你是很腼腆的 等一下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次严觉就带来了他的第五和第六张专辑 那严觉哦,一直以来我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私底下的你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因为我知道在电视中在节目中呢 看到你其实是比较害羞 话很少的 可是在专辑里好像第六张 嗯,好像就非常活泼 就非常的有创意 天马行空 到底真正的严觉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觉得第六张 可以说是比较隐藏面的我 很好的朋友 你才会秀出来的那一面 天马行空这样子 对,然后就话会比较多 然后很多都是问号 就是这个我想要了解 那就很好奇 那你什么时候是腼腆的呢 我觉得那个可能 有些部分是我慢着 哦 就是我也没有说 要刻意塑造一个腼腆的形象 大家都是这个感觉 对啊,觉得 哇,你有点难亲近耶 严爵 就像白马王子这样子 然后原来如此 就要更认识之后 他才会画匣子才会打开啦 是这样子 那我帮你一些粉丝问吧 你因为音乐是各种类型都有 所以在感情上 你是不是也不排斥说 任何类型的女生呢 你自己是什么禁忌的吗 像什么女生我是不会交往 我觉得最在乎的是说 他有没有一颗善良的心 然后家庭观念重不重 我觉得孝顺的女生 通常会跟我在沟通上啊 或我们在聊天会比较合 可是如果你第一次遇到一个女生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征 是你蛮抗拒的吗 第一眼印象啊 我觉得只要迟场对了就OK 长发短发这些都还好 感觉对了就对了 看过就知道了 果然是音乐人 OK 那我们最近看到一份访问呢 你里头说到可能往后的日子 你可能歌手的身份会慢慢缩小 可能会比较投入制作的工作 这个当然是一种理想 这个工作对人很有趣 它是可以充分发挥创意的一个工作 但是目前因为自己的工作就太忙了 所以这样的机会会少一点 但还是希望至少可以制作个一两首歌吧 所以未来如果你完全就是 跑去幕后写歌制作 你也是觉得OK就不再发唱片了 嗯 对 但是我跟相信音乐 好不容易培养了这个默契 我会希望我可以至少有报恩 这样的感觉 不是说一下子就OK bye 了解了 我只是慢慢来慢慢来 歌你也会吃不消吧 如果说今天你真的像你刚刚提到的 手到幕后去 你希望大家提到言诀 会是想到哪一首歌呢 嗯 我希望大家记得都是比较 开心或快乐的歌吧 如果真的有一天没有唱了 大家想到我的时候 或者是听到我的歌 是可以带给他们很多的正能量 或一些相信爱情的信念的 他真的是一个乐观的 对 所以平时绵点的感觉 应该就是真的慢熟啦 那这次来到新加坡 当然粉丝非常期待再见到你 最后有没有什么话对他们说的呢 这我想要跟新加坡的爵士们讲 我这两年虽然消失了一阵子 但谢谢你们还是一直在关心我 然后我在我的爵士人生的脸书啊 还有我的微博 就有看到你们的问候 然后现在出来了 带了两张专辑 希望可以越快在新加坡开场 全新的演唱会 唱这些新歌给你们听 好 谢谢言诀 期待你更多的演出 还有更棒的作品 祝你专辑大卖 好 谢谢